大家好,我是依若芬 这是我的新书《自爱自在!苏东坡的生活哲学》 看苏东坡怎样过快乐的人生 这本小书编得相当的清新 里头还有苏氏的书记《贝万自爱》 这是苏东坡赐我勉励 也是和朋友相互期许的一句话 无论世界上有没有人爱你 你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哦 因为我只有一个 世界上唯一的我 自爱自在 跟着苏东坡一起学习他的生活哲学 怎么样的安顿自我 得到心灵的充实和满足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本书 《自爱自在!苏东坡的生活哲学》 伊若芬的新书 2024年8月11日 我应邀参加 善计文化大讲堂第七讲的活动 这将是新加坡 新加坡59岁国庆生日的活动之一 善计文化大讲堂是已经有123年历史的新加坡 善计医社善计慈善中心所主持的系列的文化活动 8月11日下午2点半 我们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6楼景观阁见面 我会在现场和大家分享 《自爱自在!苏东坡的生活哲学》 如果您不能经历现场 也欢迎您线上观看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